開玩笑我看恐怖片都會嚇死 很膽小欸 二九三九四九這種生日其實還是可以過 當然你不過生日神明就不知道你九歲嗎 那這神明也太弱了吧 當你氣很弱然後你又在奇怪的地方 天時地利人和 你吹不吹口哨你就會碰到嘛 那你會在室內撐傘嗎 在家裡還撐傘 可是龍貓也是很愛撐傘啊 他那麼大是不是連室內都走不進去 欸小白你今天有什麼問題 就人家說什麼如果你髮長好像過腰還是哪裡 不能就隨便亂動你的髮長 這個概念其實是中國的那個道家在講 符咒啊 符咒那個力量 就來自一種地方 你看那個咒那個字 咒那個字兩個口 然後下面一個雞嘛對不對 雞是桌子的意思嗎 就像我們這樣子啊 我們兩個人坐在桌子前面 閒聊的時候 聊出來的 對然後聊出來的 華人會有那種所謂的 身體法夫受之父母的概念 再加上在古代 其實剪法不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謂什麼古代會續法 他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子 每天動不動就剪頭髮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就是個重大的事情 那他當然就要調理 喔 人生隨便的 所以這也還好嗎 是啊 常常會有人說什麼 久的生日都要低調過去 到底為什麼會逢久必衰 逢久必衰 來自於幾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 易經在談人生的循環 或是人生的術的時候 到了九的時候 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到九的時候 他就到極限 由勝轉衰 是這樣子 一個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情形是什麼 指揮斗數來看 或是八字來看 人家在講說 十年大運 對 每十年你的那個運勢會轉換的時候 通常這個運勢在接下個運勢的時候 會有點混亂 那那段時間你就會覺得特別衰啊 因為在整理的過程 對 二九三九四九 這種生日其實還是可以過 當然啊 你不過生日神明就不知道你九歲嗎 那這神明也太弱了吧 常常有人就是會犯太歲嘛 所以安太歲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重要的 安太衰還不如安太座 一般大家的講法就覺得 好像其實你是你的太歲年 然後你覺得特別倒楣 這個跟剛剛我們講說那個 你逢久就特別倒楣 就是同樣類似的意思 對 因為你被暗示了 就會覺得一切都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是跟金牛做的不合 難怪我男朋友一直跟我吵架 那你不想想看 你每天晚上跟人家喝酒不回家 他當然跟你吵架 我們很容易習慣醒的啊 把自己的問題 推脫到理由或藉口上 懂 孕婦也有很多的禁忌 不能參加婚傷喜慶這件事情 我非常不能理解 不能拿剪刀 我可以理解 可能就是古時候的人 可能覺得刀啊 可能就是會有危險 或是可能不小心滑倒之類的 然後會戳到自己之類 可是婚傷喜慶到底是為什麼 不能拿剪刀喔 它背後的原因 是因為風水的關係 風水其實在談一個居住生活的舒適 動不動放一堆刀子 有的沒有的 你睡在那邊 你怎麼會覺得它是舒適的事情 所以風水上來講 當然就不希望說 家中有什麼剪刀啊 我有一種東西 然後它有的話 你要把它收起來 民國初年 我們生育的那種死亡率 都還是很高的 不然從指揮啦 八字啦 風水啦 面相啦 都有那種 看小孩子七歲之前會不會著死 那其實是因為那個年代 它醫療技術很落後 小孩子很出生就很容易死啊 在那樣子的環境之下 任何一丁點有可能會影響的 都會變成是 那如果他家就是賣剪刀 他可以去那個 別人家住 住在別人家代產 總不可能做剪刀的人家也都沒有指示吧 所以不會是這個原因 我們實際在幫人家酸民的時候啊 我們如果看到那個命盤上面 那個媽媽在懷孕的時候啊 確實是有奉獻的 其實就會告訴他說 不可以釘東西 因為我不知道你釘哪 你可能釘鴨圈的風水破壞掉 就影響到你 那為什麼不能參加婚商喜慶 有一種講法是說 因為婚慶的時候 新人的氣很旺 然後會沖煞到媽媽 古代你要生小孩 你是躺在那邊 都不要動最好 可是你看現在生小孩不會 現在生小孩叫你要運動 現在一定要希望說 你透過運動跟健身 增加自己的體能 去面對那個 對媽媽來講 某個真是算災害的事情 在古代呢 死亡率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他就很保守地跟你講這個事情 進廟裡拜拜 有些人會說 生離期女生不能進去 這個講法的背後包含了 封建時代啊 那種男尊女卑的概念 如果說今天他是一個好的神明 他怎麼可能會去 覺得你髒啊 身體自然的狀況啊 他怎麼可能就覺得你髒 那一定是那個神明髒的嘛 那有問題 除了這種父權體系的概念 跟用這樣子的方法去壓榨 女人之外 背後會有一個小小的 有可能真實的原因 就是因為啊 女生不是 月事來的前後兩天 磁場跟氣勢比較弱的 好兄弟啊 可能沒有辦法進到大廟裡面 甚至有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說 那種身上有帶到不好東西的人 我們會建議他說 那你就到大廟裡面去 待上一個時辰 他被跟到了之後 他走進那個大廟裡面 他們不會讓這些髒東西進去 所以他就被擋在外面 等不到人 他就走了 那如果說你那時候氣缸很弱 他那時候剛好找我們 是因為這樣子 對絕對不會是那個什麼 因為髒這種事情 華人其實就很在意 數字的四這種禁忌啊 這是有邏輯可言的 當然沒有啊 四大家就會覺得 諧音是死嗎 就不好 你看那個外國人 沒有外國人是4 對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啊 所以這樣說起來 大概80%到90%的禁忌 根本就是不需要遵從啊 我基本上就是一個 很反傳統的人 不是因為我們去反傳統 而是絕大多數人 在去接受傳統的時候 他不去做思考 不去思考說這傳統合不合理 明清兩代的女生都要裹腳啊 你怎麼可以把你的小孩子的腳 骨頭打斷 然後把他綁成那麼小 那就這個傳統啊 那你晚上要吹口哨嗎 OK 大家不是說晚上不能吹口哨嗎 重點古代人晚上幹嘛要吹口哨 重點是 壯膽啊 所以走在那個山路 或是很暗的地方 對 那你走在山路很暗的地方 你還吹口哨 剛好你的氣又很弱的時候 那可能有一個在那邊等很久 一直都很無聊 沒有人陪他 就聽到說 有人來了 他就跟上來 可以吹直笛嗎 很多人就是小朋友 都晚上沒練直笛啊 對啊你講到重點了 就沒道理直笛可以 口哨不可以啊 對啊 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為 當你氣很弱 然後你又在奇怪的地方 天時地利人和 你吹不吹口哨你就會碰到嗎 哈哈 那你碰到的時候 你如果剛好你又吹口哨了 你就說喔 那吹口哨有 那我問你那你敢在就晚上 然後粉文目的吹口哨嗎 我不敢啊 我是膽小鬼 換我們下次拍一集目的出外景 不要啦 目的吹直笛 你去我拍音樂 看好笑我看恐怖片都會嚇死 哇很膽小欸 那你會在室內撐傘嗎 室內撐傘不會打到人嗎 那水其實可以是嗎 他主要原因就是會打到人嘛 那如果家裡沒人呢 在家裡還撐傘 一定會有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看到說 有個人在家裡面撐傘 超級有問題 我就跟你講說 欸小白 我們家對面有一個人在家裡面撐傘走來走去 這樣真的超級奇怪 對不對 這句話傳出去之後 倒過來想就覺得說 對啦 你會這樣做 可是龍貓也是很愛撐傘啊 龍貓不會在室內 他平常也有撐吧 他那麼大只是連室內都走不進去 在古代啊 因為法律不完善 因為他有某一種目的 所以他會把他加住的變得很嚴重 很多我們所知道的事情 其實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之下提出來的 要去防範你做這些事情 所以就給了你一個緊箍咒在那邊 你回去想他的原因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其實有些事情是有道理的 但有些事情其實是 在現在來看是無極之談 對 東西方文化都會有 大家還有想到說 有什麼是你平常有聽到很奇怪的 然後不能做的 也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搞不好可以做第二集 好謝謝大家 利用指揮動作改變命運狀況 改變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書 謝謝